有的剛找到家教的人對塞車要不太信心 為幾個紀律也會比較高 現在交通報公路教 幾個新手家素為幾班 也就是說拿到家教的一年來 若准說因為為幾號記點 記到六點 就要共採上三點鐘的課 不怕公用店 紅店車外 回家店外車都不依照飄擠 或是去機車 無聽女性人 避免家素店 讓人開發端也會當時給記點 尤其是新手家素對道路環境也不適 避免路比較高 根據公用郭教的資料顯示 新手家素跌到家教一年來 避免路差不多百分之十 為幾乎失敗百分之十五 跟一般的家素比起來貫出不少 如果會晃的話 晃覺的話 跟在後面還是會保持距離 這要常開他才會比較順 因為當初我們剛考駕照的時候也是這樣 甚至有些人考了駕照都沒開 他還是不會開車 因為駕照駕照跟實際開車路也是有差 國務卿發現新手家素上次危機就是 回家或是變化車都沒有依照飄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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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沒有遵守道路交通飄擠飄擠飄擠飾 所以駕照駕照射擠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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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这就代表说我们驾训班里面的教育不是很OK 他们出来很容易违规 所以如果更正确 我们是必须要在驾训班的教育做好